不過清姐你會否身上有現金可以借給我 有的 為什麼要用現金呢 我示範給你看 接著拿20元 接著我再慢慢把它打開的時候 也是20元 我們來到12樓工作室 很高興 請到花式足球 這位花式小子 花式王子 應該是 Leeson 你好 你好 清姐 我超開心 可以這麼接近 清姐 古屏 財經就看得多 今天真人一見 真的超級開心 有什麼想問我 一定 以下我會幫所有觀眾聽眾問號號 Leeson 施寶盛 就是香港的花式足球代表 其實花式足球這種運動 是多不多人在玩的呢 在香港 其實是少的 因為當年 就算我自己去學的時候 我可能現在年紀比較小的朋友 未必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不流行上網問的 那時候是要到處找一些 賣運動 很VC 對 問題在這裡 想學都不是容易 沒錯 沒有什麼聽過 有時候我也是帶你一個圈 那樣 我就說 哪裏會有得學花式足球 因為如果 小學生去學校那些 多數就是問你 去不去足球班 但他們都不是花式的 純粹踢踢踢 我兒子那些 都是 那你怎麼會突然間 對花式足球這麼有興趣的呢 我以前的夢想 就是可以代表香港隊參加比賽 你現在已經是了 代表了香港 還拿到不少樹榮 我那時候是真的打算踢球 那樣的 但是你看我的骨骼蒸氣這麼瘦 就知道 我不下場就真的差一點 那去到中間的時間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 就是中學的時候 沒有那麼多錢去學 那我就變成自己是上網問的 就是怎樣學足球 真的踢球 那算不算你無私自通 可以這樣說 就是我的師傅 就是這個社交網站 那開始上網看 那你會發現 你找一條片的時候 旁邊有很多 一些相關的影片 那我就看到 哇 為什麼有些人 可以玩到出神入化的呢 那就開始去看一下 怎樣學了 我馬上聽到你這樣說 我會想起 你有沒有看過 晶爺的功夫 有 有 少男足球也是 是 我一看你就知道 你骨骼蒸氣 是 你一定是練武功的 人才 那 十元 這本的秘符 那真的網絡就是你的秘符 是啊 那時候想著 也幫不到香港比賽 有點氣餒 想不到走另一條路之後 現在回望 原來自己都可以 靠足球做到自己的神 我還問你關於花式足球的事物 你又想回問我什麼呢 我當然有很多 想問 是啊 所以我都想知道 你是不是都很喜歡炒股票 都會有做一些投資的 投資 就不是投機 是啊 因為過往都是上網看的 都是看一下 清潔話 是啊 因為我通常跟太育界的人士 那些都是投機 不過就是看到他們有些二投機 三投機 我就沒有了 可惜 因為我看到清潔穿著Villa 那我就想問 想起哪隻號碼 安答 是啊 入了藍籌 那我就 但是我自己呢 雖然是玩運動而已 那其實我很少碰一些 我們叫做 可能是銘售 運動類型的股票 那但是我就 因為我不懂 就是我懂踢而已 我未必知道 但是我記得 你轉為全職的花式足球員之前 那自己本身都是打過工 你都是做零售 那其實你應該那個觸覺 都不簡單 因為零售消費 又是現在國家政策的一個很重點 內需內循環 然後你對品牌的認知度又這麼高 尤其是在足球的世界裏面 你應該是很清楚 究竟那些球迷 或者除了他們之外 在市場上 有很多這一類的sponsor 是誰最強 這個可能是幫到你做投資的 我們說 投資的東西不熟不做 如果你這麼熟悉這個sports的範疇 今年那些體育用品股 真的是一枝獨秀 那會不會特別成功的呢 這方面你 可能我就是被以前的零售嚇 我發現你做前線賣零售賣東西 都是很辛苦的 你眼看賣一件衣服升了多少 可能前線需要很多培訓資源 所以我就對零售的東西有點怕怕 有些戒心 對 反而你說現在 對零售股沒有戒心 就是在疫情下 可能我自己買的都會上網賣 那我可能我就會想想 有沒有一些 例如京東這些 可能之前阿里巴巴有很多 省我都喜歡 就是電商啊 網購啊 那些蘋果 但是如果你自己 譬如有時候 很想不通的時候 會用什麼來去 幫自己去減一下壓 有 但是你的work也是你的life 對 怎樣用life balance 所以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我會 都是玩球 其實我覺得如果有一點興趣 是你直接 可能我做事的時候 可以玩足球 但是其實甚至現在 可能沒事做 就是這樣互動一下 是啊 那我都會拿球出去練 那這個是減壓的 那第二 那在哪裏練啊 現在這樣的疫情 在家裏練的 其實花式足球 就不需要很大地方 在家裏 一個地方 小小的地方練都可以 就是用空間就可以了 是啊 那第二個方法呢 我現在想試給阿清姐看 阿清姐 你會不會身上有現金可以借給我 有的 是 為什麼要有現金 我示範給你看 你是不是魔術師 不是 這個是我平時做的 好 好 那觀眾呢 現在有一張20元 OK 那 清姐你看 這個我平時 我現在只可以做一次 因為我平時在家裏做的時候 我做完一次 我就多一點錢了 再拿20元 然後呢 我再慢慢把它打開的時候 也是20元 它呢 就會變成了一個 500元 師傅 原來你是一位魔術師 來的 20元變成500元 都不神奇 你不要把500元變成20元 你先拿出來 等一下 為什麼可以把這個東西 變得更加多 可以改善 知道怎麼樣嗎 就是一會兒呢 我先收起碼 一會兒呢 我先收起碼 我們結束後 你拿去找個號碼 對呀 這個就是我投資之道 多謝 竟然你也有很多才能 除了是花式足球 還有是變魔術 哄到小朋友 對呀 對呀 老婆也是這樣騙回來的 現在終於 要再怎樣追女生了 但是我知道呢 除了花式足球之外 你應該都不止一種嗜好 你剛才是變魔術 都變得好看 20元變500元 待會我再拿一口 20元來給你 最重要一點 就是我們說 你Work也是足球 Live也是足球 還有在你生命之中 有哪些嗜好呢 你是特別重視 還有 為什麼我這樣看呢 就是我覺得你應該都是 一位非常之興趣廣泛的年輕人 還有你賺到錢 我又見你炒股票 都是比較淡定的投資 不是啊 是不懂 所以不懂怕的 是的 但是你其他的嗜好 股票 我們很多時候一買一賣 但是如果說 收藏的呢 我們股票的收藏價值 有時候未必是這麼高 是的 尤其是近年 很多都是以一個很高的優惠 來上市之後 然後日後看那個做法 未必每一隻都最後跑出 我聽聞都存了不少標 我玩標 我玩標 我自己是一個自己的興趣 來的 是的 近這十年 我自己因為 為什麼有一個興趣會在標 因為 第一 都是一種學問 我這有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我自己 都是一個 由 學生時代 Casio開始戴 那時候 看電視 經常看到 誰是誰的大哥 戴金色的標 誰是誰的成功人士戴什麼標 我不知道 是不是給他一個形象 就是 男士有一隻標 是可以陪著你 經歷一些事情 因為 我男生覺得 就算你買一輛靚車 你不是真的拿一輛靚車 跟著你做一件事 例如我玩足球 有什麼東西我可以戴著 和我經歷一個時光 我想標算是一個 隨身物 那我自己就戴了兩個 我自己覺得 對我自己幾有意義的標 那 意義在哪裏 第一隻 價值 兩個價值都有 還有買的時間 是的 第一隻 我現在這隻 就是叫做 Fresh One Constant Hand 江斯丹頓 江斯丹頓 他很特別的 我沒想過一個運動員 會喜歡草標 還要是江斯丹頓 對 很特別的就是 江斯丹頓 如果有玩黑標的朋友 老一輩的人 就會叫江斯丹頓 做江山書俊 就是 但是 那時候 為什麼我這麼有意義呢 就是 因為當時我剛剛開公司 就想買一隻標去紀念 其實跟前特首 曾任他一樣 他做訪問都說 人生特別重要的日子 他都會買一隻 去紀念 那我就 買了一隻標給自己 那時候 有些傳媒跟我說 你開公司 買什麼都不要緊 千萬不要買江山書俊 就這樣說 不過是鞋陰 是的 有些東西 好像你買奴歷士 你不會買 藍面 不會買白面 藍色錶面 藍錶 藍錶 即是藍錶 白錶就白做 是的 所以 即是威都 是的 那我呢 自己就有點鬥氣 就是 我就不信 喂 戴了一隻錶 就會江山書俊 因為這隻錶 有另外一個名 就 因為它有個帆船的底 就是一帆封順 它就叫中橫四海 是的 所以對我來說 到底是中橫四海 還是江山書俊 其實都是看你的人 所以我那時就鬥氣 人命 聖天 是的 然後我就買了一隻錶 所以我每一次大喜的時候 都會在想 原來我現在做這個事業 或者開這間公司的時候 我希望它是可以跟我堅持下去 可以這個中橫四海的 這麼痛度 是的 所以這隻錶對我來說 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 另外一個 就是 這一隻 就是 一個香港品牌自己組裝的錶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就是 因為這隻錶是我太太做給我的一個聖誕禮物 所以它設計回來給你 是的 最特別就是它 因為機械錶 這個錶 它的自動桌 就會有我的名字 為什麼這種扣很漂亮 是的 卡地啊 這些扣都很貴 對 這個扣 它就有一個我小狗的象印在 哦 當時原來我太太做這個錶的時候 她就帶了我的小狗 即吸了水印印了 印了一張紙 那間公司本身沒有這個學務的 那就是因為 我太太說 如果這樣去 而她就幫我拿一張紙去 拉灑了那隻狗的象印 在那個 放進去的錶底 是的 所以你問我這隻 東西呢 是很有價值 但是這個價值並不是 不是炒價 不是你擺盤 會有人買價值 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知道花式足球一定是難理不到的 不過呢 我們也有一些秋後算賬式的遊戲 為什麼 我現在有點緊張 超開心 超開心 其實都是你認識的 是 很厲害 不如這樣吧 我們來第一個遊戲 我要答 我要答東西的 你要答東西的 我會問你 誠實作答 那你先吃一個誠實豆沙包 好 好 我們第一個問題來了 這個你就很低難度 這個Level 1 是 我Level 1 這個也是Level 1的問題 是 認不認得這張相片 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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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相片 就是你剛剛 是在Facebook的頁面上 開了七年了 是 拿到一個藍剔的認證 是 終於多了一個藍剔的 真的很興奮 是 跟粉絲說 多謝大家自以來的支持 是 如果要用一句 去形容這七年的自己 想必是 是 光陽中的一隻高舟 為甚麼說到自己這麼慘 因為這個 亦都是我 股票的外號 是 你 炒股票炒到有 有暢號 因為其實 光陽中的 一隻 一隻高舟 下面還有一句 正等候著你來打鬧 嘩 這句 這句 沒有寫上去 現在終於揭曉了 隱蔽的一句 是 正等著你來打鬧 是 嘩 如果是股票就糟了 是 有時看著足球 總會覺得這條路實在不容易 是 不過一路走來 由你幾多歲開始 玩花式足球 玩了十年 玩了十年 十年 還有光陽中的一隻高舟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所以今天就被清姐打鬧了 但不要緊 Lison說 同時都覺得自己是很幸運的 因為可以起碼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 在今時今日這個社會 這個世道 想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 你以為容易嗎 我想覺得你很幸運 但是很重要 一定要 一定要很重要 一定要享受你自己做的事 沒錯 那是汪洋宗的孤舟 高難度一點 嘩 開始記得了 嘩 這張都可以了 是 這張是去年剛剛新鮮滾熱 7月的 是 你呢 是誰拍攝的 拿著足球 這個是大水館 在上水 在上水 在2020年的7月 師寶勝說 聽到有人問我 最多的問題是 我技術不好 好 可不可以練花式足球 嗯 這個我記得 因為這個我經常都跟學生講 也都很學 那個球是完的 是的 應該是說 你不需要很厲害 你才開始 你不需要很厲害 你才開始 你只要開始了 你才有機會很厲害 嗯 嗯 你才會很厲害 你才會很厲害 嗯 我們裡面撿到很多金具 我發覺你的金具 比我更多 我的最多 你最多 你玩鼓啊 鼓玩你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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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花式足球如此 夢想亦然 其實 是說 一個花式足球 其實是代表了 一種人生追求的夢想 嗯 一種生活的理念 所以很重要 大家都過得過關 是 哇 終於來到我們今天 這個最重頭的環節了 這條是高難度 是超高難度的 終極題 一百萬的問題 我可以 我一定會回答 是否清姐你 你綁得出算了 是的 一百萬 一百萬的胡語酸棍 哈哈 Vison 這一張 是 是 這一張 我看不到什麼 唯一的線索 就是 你的大名 Vison 師傅盛 2020年1月22日 你做過什麼呢 那些大時大節 哦 你說新年唯一的好處 是太為史 嗯 哦 我想到了 想到了 很大張 其實很難記 對啊 清姐 你想一下 如果我問回你 因為1月22日應該大概是聖農曆 就是像我這樣 我每晚都在去飯局 在疫情之前 是啊 你問我1月22日 我在跟誰吃飯 是啊 很難的 你怎麼記啊 但通常都是跟重要的人 是 那我知道是什麼 新年當然要跟最重要 最重要的人 嗯 很大的提示 你想五 因為每同新年 我都會有個癖號 不是癖號 是癖號 癖號 那我就會逼我老婆 太太 穿旗袍 因為我覺得 穿旗袍很漂亮 尤其是你太太穿旗袍 是真的很漂亮 大家是不是很想看呢 我講你就知道 新年唯一的好處就是 可以逼老婆穿旗袍出街 好像說到逼 其實是很開心的 因為 師太 大家是不是很想看呢 不是滅絕師太 是師父 他也是叫師太 是啊 也是叫師太 多漂亮 我要給大家看一整張 哇 我覺得這張照片 他出來馬上黑了 不知道多少 你的印象非常深 這張照片 是嗎 是啊 也是 因為我拍手很帥 但是我覺得 你太太身形很好 說真的 我去到每一年的農曆年 我的另一半 他就是逼我 新年唯一的好處是 逼我千萬不要穿旗袍 你知不知道旗袍 是人人都可以 浪得到的 真的好漂亮 你回去告訴你太太 旗袍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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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太太也很漂亮 你太太穿旗袍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她穿旗袍很開心 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女生穿旗袍很漂亮 因為女生穿旗袍很漂亮 所以如果身邊的有伴侶 穿旗袍穿得漂亮 鼓勵她多一點 鼓勵她多一點 不要穿 不要因為你買了波斯燈那些穿旗袍 穿旗袍 穿旗袍 多凍都要穿旗袍 波斯燈就包到一隻蟲子 對 我覺得有個身形漂亮 為什麼不穿旗袍 旗袍可以展現到中國女性是最漂亮的部分 很優雅 真的很優雅 這是我個人的 最重要的是 美女穿漂亮旗袍 還要拍張漂亮的照片 多謝 多謝青姐 回去給你看看 好多謝 一定會 很漂亮 真的很感謝Vision 多謝青姐 多謝我之餘 你應該怎樣報答我 那個 在波的上面拉過之後 就用手摺片 我們試一次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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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Fairy Fairy 剛才我教了兒子兩色 說實話,阿樽樽行不行?學習很快 我估計她是不是有運動底 她有的,因為她一直有游泳 她也踢過小學的時候 但我估計是游泳幫到她 因為通常我教學生 因為我們拍攝時間短 一天裡面通常我教學生都是學一、兩招 她剛才我們大概念了 我想拍了十分鐘、十五分鐘 她都做得有瓣有瓣 那我真是老懷安慰 起碼尊尊不是一隻噹噹 正所謂,炒股要有清席 踢球當然要有個球 所以我就送一個足球給她 謝謝你 不一定要玩得出神入霸 但如果她都喜歡玩的話 可以練多一點告訴她 其實不需要肯離開才開始 只有開始了才肯離開 好,我要記住你這句 絕對的根據 那當然要幫我簽個名 好,讓我寫個名 很有紀念價值 我相信得到這份禮物之後 阿俊俊一定會很勤力去念 多一點帶她去 幸好花式足球 真的不需要太多空間 你都可以練球 嗯 還有,真的有時候 很多同學生 約會聚會 這一個名字 撩開兩項 是,認識一下女生 最重要是這一點 技能 不過說實話 一會兒 我簽了個球給兒子 一簽著你,幫我簽個名 一定,一定 還有放下號碼 是,一定 可以的,可以的 好,謝謝阿俊俊 拜拜 拜拜 嗯